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吉隆市政府拜访市长谢国良 双方针对疫情之后 观光以及邮轮富航带来的商机彼此交换意见 希望透过观光活动的推广 把游客留在基隆在地消费 谢国良市长在观光与城市行销处长郭继的陪同下 和艺人焦来骂 也是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创会总会长吴敏会谈 谢国良相当关心基隆役后观光及邮轮富航 如何把外地游客留在基隆在地消费 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也分享 可以透过赛事经济吸引游客来到基隆 留在基隆吃喝玩乐 过夜增加消费 一起来讨论在疫情之后 如何振兴基隆的观光 台湾观光联盟总会 他们有很多的旅客 未来可以带到基隆来 那重点是带到基隆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给他一个足够的一个旅游的内容 是我们自己要好好去思考的 那如果我们的旅游内容不充实的话 那他们可能就不一定要来到基隆 而且基隆台湾有很多替代方案 所以这一点我有特别拜托国际处长 跟我们的秘书长跟焦来骂 未来一起来研究一下 能够让更多的旅客能够来到基隆来 玩得开心 最重要是不只只有吃东西 吃东西一定要吃 吃东西以外一定要 这个好好的买一买 购买更多的商品 那我这个礼拜也要跟 包括像经营珠宝工会来讨论 如何跟餐饮业者合作 跟庙口人外市场商圈合作 吸引游客在吃完东西以后 一定要买一些东西 才能够离开基隆市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那当然就是要跟业者大家一起讨论 共商一些计划 那非常也谢谢我的姐姐 谢谢 我们那天是在黄敏慧市长 浮选的时候碰 我们常常都偶尔都会碰面 最后是那一天在约了 所以一定要过来谈一下 振兴基隆观光的事情 谢谢姐姐 不客气 那我们这次正好联盟总会 有跟泰国签了MOU 那我们怎么把人带进来 那我们现在努力的 从东南亚怎么样做一些 英镑的这些生意 那当然我们希望 就像我们刚刚市长说的 来到基隆吃 大家只知道庙口 那要怎么样带些东西回去 有纪念性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让他们来到这里吃喝玩乐 很开心 然后而且呢 基隆有很多 可以讲故事的地方 那我希望大家 能够把基隆的美 基隆的好 把故事讲出来 我常常讲 要游中学 游完中 能够学习到东西 回去以后 意犹未尽 一直在想 哎呀 我刚刚到了基隆 还有地方还没去 我还要再去 这就对了 对不对 对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大家 共同努力 一起来 我们从基隆 给人逃 开戏 发光花热 对不对 然后把游人的人 全部留下来 我刚刚讲 最少要住一个晚上 对 不要马上一下了 码头就把人 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 我们共同来努力 好 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创会总会长吴明表示 目前也和泰国旅游团体 签署MOU 要把外地的游客带进来 停留更多时间 期待未来和市府攜手 一起促进基隆的观光商机 活络在地经济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新山水库是基隆重要的 储水设施 为了因应七八月 枯水期的正常供水 自来水公司将水位下降到 可以施工的位置 来进行取水塔 蓝湖炸工程 以及修复输水管线 立法委员蔡世英 特地前往关切施工进度 水公司方面预计 在2月20号整修完成 5月将可以恢复 水库正常水位 新山水库的水 竟然变成黄沉沉一片 水位跟下降到四周 土石裸露 原来自来水公司 正在进行 新山水库 取水塔蓝湖炸工程 及输水管线漏水修复 希望强化水库蓄水功能 以因应七八月的枯水期 由于有民众担心水库水位降低 供水会受到影响 在市员洪生永及吴华家陪同下 立法委蔡世英 特别到新山水库现场 关切施工进度 蔡世英肯定水公司 防范于蔚蓝的做法 由于工程仅需一个月左右 加上现阶段东北季风影响 基隆河川流量丰沛 因此市民用水不受影响 在二月份这个月的过程当中 持续的会先来 是滴水位的状况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水公司在这部分 做相关的工程施工 而这样的工程施工 就是为了因应 七八月以后的 所谓的枯水期的过程当中 水库的有效使用 基隆市民的有效的保证供水 先做预先的准备 所以市应在这边也非常感谢 我们水公司在这个枯水期的时候 有特别想到未来新山水库的 整体的工程的使用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先做这样的相关工程 而不是到了真正需要 在七八月 大家在需求量很大的时候 再开始来做工程 那会造成我们相关 市民用水的一个不足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放心 没有问题 自来水公司方面也再次强调 选择在风水期进行 就是为了避免影响民生用水 请市民放心 因为我们现在的是 属于东北季风的部分 我们的项羽量是非常充沛 所以说现在川流量 基隆河的川流量都很顺畅 而且充沛 我们基隆市 现在局部都是用基隆河的河水 所以现在目前 新山水库主要的功能是在 七月到九月 它枯水期的时候 去不够 川流量不够的时候 来备用的使用 这也是新山水库建成蓄水后 首次将水位降得如此低 在水公司方面表示 等二月二十号工程完工后 将逐渐恢复蓄水 预计到五月 新山水库就可以恢复正常水位 记者张其滩 基隆报道 来自新竹的游客 过年期间大年初四 到基隆市八斗子鱼港 直销中心一家海产店 花了七千多元 购买了两只地王蟹 之后发现其中一只发臭 经过市政府调查 这家摊商有多次违规记录 依照规定终止契约 断水断电 不得再营业 这也是市政府对摊商 做出断水断电 撤销营业的第一个案例 工人忙进忙出 必杀鱼或直销中心摊位前 现场实施断水断电 不少游客相当好奇 纷纷上前围观 上个月大年初四 来自新竹的游客 来到直销中心 花了七千元 买两只地王蟹 但回家打开一看 发现其中一只竟然发臭 怀疑不新鲜 业者澄清 客人买回家第四天才反应 但基于信任 已经和客人达成和解 也赔偿表示善意 不过金融市政府认为业者 已经第三次属于垒犯 严重破坏八斗子渔港 直销中心形象 也伤害到其他 也伤害到其他 优质摊商将依照相关的规定 终止契约 那我们有呼吁所有的业者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然后来欺识政府对于消费者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及这个食材的安全 那也欢迎更多的外地的游客 然后来我们基隆市直销中心来消费 我们基隆市政府 产发处绝对会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市府产发处表示 这次的消费纠纷 已经严重影响到市府 基隆区域会的信誉和形象 将请渔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处理 也不容许不肖业者 继续破坏基隆渔港负面形象 记者黄绍民这种报道 基隆东岸广场大厅 摆放一台提供民众能够自由弹奏的钢琴 不少人借此以情会有切磋情意 不过现在这台钢琴只能摆到2月20号 捐赠者刘先生近来四处奔波 并且向基隆市议员林沛祥和宋伟丽澄清 希望能够帮钢琴找到新的摆放处所 让基隆处处有音乐气息能够延续下去 国际市长钢琴家许泽成 在东岸广场演出 基隆市长谢国良春节期间 也带着女儿小爱到现场聆听 而这台钢琴原本是流行民众捐出来 免费供大家演奏 但现在却传出228之后将没有地方可以摆放 去年8月6号到这个月大部分半年的时间 他让我们在这边置放公共钢琴 但是他们的商业活动的考量 可能要办活动 这部分的确是场地的部分 就可能需要先做一点他们的规划 所以我们的琴就必须先移植到其他地方 原来刘丰盛是一位公务人员 他不会弹钢琴 却喜爱钢琴演奏 他看到国外很多民众 在公共场所即兴演出 去年8月找到一台中古钢琴 放在东岸商场大厅 已经会有让民众免费弹奏 不过当初和业者谈妥 钢琴只摆到228 最近刘先生到处奔波 希望能够再找到适合地点 延续音乐文化 当然这个的确是受到很多人回想 那也不会觉得很遗憾 因为毕竟商业模式 有商业模式的一个考量 我们也要尊重它 虽然是这个个人 一个抛砖营运的想法 那总不能带给大家 或者是公部门业困 公共的场地 还是原则上由公部门来决定 或者是这些资源的分配 会运动比较好 那可能是我个人 的一个天马行动的想法 某些地点不一定得失 目前提出摆放在成绩转运站 或者是国立海科馆 不过都将实地的勘察之后 再做最后决定 我们接到在把钢琴 好善意寄放在东岸商场的刘先生的回应之后 我们就想说帮我们刘先生的钢琴 找一个好的地方安置 但目前来讲这个玻璃屋市府 他们目前已经准备出租给餐饮业使用 但是我们所看到 成绩转运站的二楼 那边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当初在城市博览会 还是其他大型活动的时候 上面都有一定的展演空间 所以未来如果在后车的动线 没有干扰的状况之下 那我认为把钢琴 把刘先生的善意 放在我们二楼的转运站 最初的想法 刘先生也是希望金融能够打造一个 这个友情的城市 那就是说以钢琴来会友 就是说这个平台呢 供给大家 任何人只要会弹钱都可以去使用 然后不收任何费用 然后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参与 我呼吁所有的 就是市民爱情的朋友 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刘先生 找一个适合的地方 然后又符合法律规定的 在市中心 然后大家又很方便的地方 我们大家引擎来会友 不让钢琴四处流浪 捐赠者刘先生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合适的场地 让基隆处处有音乐的气息 能够延续下去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 由于上班时间 许多通勤族都是骑机车 到八独火车站换搭火车 因为周边机车格经常不够使用 但是晚上下班后 又空出一堆机车停车格 换汽车停车位不够用 因此在基隆市议员 联恩典会刊争取下 八独火车站周边 将事半汽机车 共用停车格的新措施 方便民众停放汽机车 由于上班时间 许多通勤族都是骑机车 到八独火车站换搭火车 因此周边的路边 机车格经常不够使用 但是晚上下班后 又空出一堆机车停车格 换汽车停车位不够用 因此在基隆市议员 联恩典会刊争取下 将事半汽机车 共用停车格的新措施 方便民众 在不同时段停放汽机车 让停车格效益最大化 那路边的机车的停车的位置 也相当的不足 特别是在八独火车站的周边 那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白天的时候 机车格停了满了 甚至不够 但是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 他们下班了 这个机车格是空的 但是现在事情就发生了 这个周边的住户 晚上的停车位 也就不足了 那正好我们和交通柱 有做了一个沟通 是不是能够效法新北的方式 把这个机汽车停车格 能够共用 让有需要停放机车的 在白天上班的时候 可以停到这个八独火车站 周边的机车停车格内 晚上空出来 就可以让这个汽车 能够来停在机车格内 这样子对 不管是机车 或者是附近的汽车 来停车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想这次市政府 也同意这样的方式 特别是用八独路 在127项 一直要到 快要到Toyota 这个单边的方向来示范 我想基隆 也非常多的地方 也需要这样子来呈现 让这个市民 在不管是汽车和机车 有更多这个停车的空间 连恩典表示 八独火车站周边 汽机车共用停车格新措施 将在年后重新划设后 事办实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到基隆新春团败时 已经校正 2024一定要赢回基隆 这一席立委 面对一年不到的立委选举 民进党年轻世代 现任市议员张秉军 也开始备赞党内立委初选 像是元宵节前不断跨区发送 深受小朋友喜爱的梦幻泼泼球 就是希望拉近和民众的距离 也提升知名度 国民党赢回基隆市长后趁胜追击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基隆新春团败时 已经校正 2024一定要赢回基隆这一席立委 而面对一年不到的立委选举 民进党年轻世代现任市议员张秉军 也开始备赞党内立委初选 除了狭带中山区市议员选举 第一高票的成绩之外 像是元宵节前不断跨区发送 深受小朋友喜爱的梦幻泼泼球灯笼 就是希望拉近和民众的距离 也提升知名度 中山区的议员高票当选 中山区市议员 很优秀 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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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路好漂亮 但是在这动作是什么的 就议员啦 议员就是议我们的议设施啊 虽然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 是否参加民进党党内立委提名初选 不过张秉军跨区加强各项服务的动作频频 没有减弱只有更强 也用实际行动回应国民党主席的校正 不只国民党年轻世代现任议员们 在备战基隆市立委党内初选 民进党年轻世代市议员 同样也在准备立委党内初选 选出最强人选 2024一绝高下 叔叔 叔叔 怎么了 他跟我练一下 你要什么 送他送他 快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陈安怡老师教国画20年农历春节后 特别带领老中幼学员 在市政府艺文走廊展出国画班的成果展 展出期间到2月24号 欢迎喜爱艺文的民众前往欣赏 画面现场是在市府艺文走廊 举行的国画班成果展 市长谢国良特别前来祝贺开展成功 也感谢大家透过画笔来传递艺术之美 国画班指导老师陈安怡教国画20年 特别结合她在基隆各地指导的国画班学生 举行成果展 学员年龄从82岁到最小的8岁都参与这次的展出 内容有公笔花鸟 四季花卉及试女图 山水画等主题特色 和大众分享国画之美 我们这次参与的学员有有德的佛画班 还有义和礼的国画班 跟读经学会还有预贯人们的国画班 我们四个班级联合的展出 有40位学员共展出80件作品 那今年正逢奎卯年刚好是红兔大展 我们有展一些兔子的作品跟四季花鸟 我们已经连续第五年在基隆市政府展出 那欢迎市民朋友呢 能够踊跃来市政府洽工的时候呢 顺便欣赏一下艺术饗宴 他们展出来的会让人家心旷声音 我是建议每一个来这边洽工的 其实可以来走一趟 因为走一趟以后你的心情就会很舒服 那在洽工期间呢 就会有那个安定的感觉 尤其看到美女 看到这个每一个都是美女 然后看到风景 这么美丽的风景 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都会进入到画里面 然后跟这个美女相似 然后有心灵的对话 我相信是非常棒的 那诗女的部分呢 在楼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景里面呢 都有了梅兰足菊这四君子 因为自古以来有句话说呢 有竹者雅有兰则心 所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 让我们能够呢 陶冶我们的内在情感的一个情操 在我们的市长市的前面呢 在我的对面这边也有了四季图 又象征着一年四季的圆亨利争 开始和结束 让我们这个大天世界呢 既丰富又多元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在天地当中 一个很和谐的宇宙里面 自然和谐共生 那藉由呢 这个公笔活化当中呢 我们可以从会活化 然后观赏 然后再来呢就是悟到这个佛的慈悲 然后再来可以进入到行佛 那这是我们这个一路来的一个境界 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能够也能够平静我们个人的一个心境 现场展出的画作都是学员们 跟着陈安怡老师一年来的学习成果 也有不少参赛得奖的国画作品 学员们都很感谢老师的用心指导 让他们在艺术的陶冶下 获得身心灵的快乐 老师带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是 除了坡之外还有收 就是我们在画里面可以看到坡墨之余 可以看到里面的意境 就是后面的远山 然后前面的房子 再加上再远一点的水上有船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是有近远跟中景的分布 然后构图 其实是除了坡墨之外 是我学习到很大的地方 那老师的教学方式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学到不一样的面向 然后老师会透过他的观察 让我们每个学员都可以学习到 自己想要的跟我们需要的 画这个真的要很细 尤其就是手不能抖 手抖的话就容易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改 因为这个没有橡皮擦或什么可以擦 那我觉得老师他很会教 很有很细心慢慢教你 那我是觉得国画不是那么难 可是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学 其实我刚画的时候是一个败笔 就是我不满意这呈现出来的颜色 不满意他这个木棉花 这一幅叫木棉花 它是比较属于那种 不是很柔软的那个花种 所以我就对我自己画出来的画不满意 结果陈老师他就在这画上面 他说你喜欢哪一种颜色 你就勇敢的表现出来 那我就用这个颜色去再度的诠释 然后在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技术技巧 那陈老师在着笔 就是在每一个线条上每个颜色上 还有每一个他根据我们的情绪 他把我们情绪呢 微调到极致 我已经71岁了 所以在这个年龄 我还能够在画桌上有所表现 那我觉得我对我的家人 我家人也非常喜悦说 原来我们过去 我们在生活上 在事业上都是非常的忙碌 没有时间关照到我们的灵性 那借着这个画作 我提醒我自己 我会永远的画下去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灵 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和谐 非常喜悦 又非常的成长的一个境界里面 由陈安怡老师带领学员展出的国画班成果展 在市政府一楼和二楼的艺文走廊 展出到2月24号 欢迎喜爱艺文的民众 踊跃到现场欣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陈安怡老师带领学员在市政府展出的国画班成果展 其中有不少社区退休人士的创作 还有妈妈带着双胞胎女儿一起来学习 在国画世界里挥洒创意之外 也培养出耐心和专注力 陈安怡老师带领学员在市政府展出的国画班成果展 创作主题丰富 其中有不少社区退休人士 从完全没有基础开始学习 进而创作参与展出 展现终身学习的精神 也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 我们这些义和里的国画班 它叫做义和常青国画班 我们这个班的学员 也有老师退休的 也有像公务人员退休的 也有些是本身在家里头 也不是就是从事家务的这些我们的妇女 她们在闲暇之余 愿意踏进来画这个国画 然后画国画 她画这个公比国画 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我所谓很大的一个 是属于说 它能够让你沉淀你的心灵 因为你要画图的时候 你要很细心 然后你心就可以沉了下来 静了下来 然后要去磨它这个图 然后在磨的过程中 除了培养耐性 又可以修养心灵 又可以增加对美学的那种观感 所以这个国画班 它没有在 后期我们要开 它没有在分离你 任何希望画图人都可以来参加 而且参加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团体班 虽然它是个团体班 我们每个学员都很有乐程度 即使你是心静的话 我们也会再从旁边协助你 而且我们老师在教的时候 老师在讲的是很详细的 几乎是从学员的零开始 一直成长到现在 不敢说是百分之百 起码我们 依我在看 我们学员成长 至少都五成以上 那以后再画下去的话 可能可以接近到以后再 变成大十几以上的都有可能 这次的展出 还有妈妈带着双胞胎女儿 亲子共学 挥洒创意之外 也培养出耐心与专注力 因为今年属兔 所以我很想画兔子 它在画叶子的时候 有不同的大小 所以我觉得兔子比较好画 好玩的地方是 它是用毛笔来画 不是用一般的铅笔来画那种图 就是我比较喜欢画兔子 兔子比较可爱 那叶子要一片一片画的 有时候画会画不出来 我觉得叶子比较难 还有眼睛 眼睛很难画 我小朋友非常喜欢画画 然后有一次就是在那个 就是刚好认识那个老师的先生 那他推荐说 他们太太有在教画 然后我就说 我小朋友很喜欢画画 然后他就说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就带小孩去那个画室 想说让他们接触那个国画 就是感觉很有气质这样子 结果到了现场的时候 看到同学就是 年龄层就是蛮广的 然后我就想说 原来大人也可以画 然后老师就说 都可以学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们就亲子一起学 像他们本身是真的很喜欢画画 那老师的开课是一次是两个小时 那我们上课 其实老师都延长交到三四个小时 然后他们都还不累 所以我们那个作品 它其实就是小朋友很投入 就是那个稳定度啊 就是蛮专注的这样子 那也对美的美的艺术 有一些学习这样子 我觉得是很棒的 在陈安怡老师的用心指导下 来自老中幼各年临层的学员 快乐学习国画 享受画画的乐趣之外 也在过程中训练出耐心与专注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字幕志愿者 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